大家好 谢谢你们订阅和关注《退休在北美》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羽衣甘蓝 羽衣甘蓝的英文叫Cale 它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绿叶蔬菜 当然它也有别的颜色 它的热量低 它富含许多重要的维生素 像维生素A、C、K和多种维生素B 它也是许多贯物质 比方说萌、钙、铜、甲、铭等的良好的来源 所以它被冲为蔬菜的营养冠军 而且它也比较好种植 比较容易种 而且种一次可以不停地采收 可以采收大半年 不像有的蔬菜 就是你一采收就要把根拔了 你可以不停地采收 它会不断地长出来新的叶子 羽衣甘蓝可以在春天播种 也可以在夏天播种 春天播种 因为气温还比较低 所以它刚开始呢 会生长得比较缓慢 等气候提升了 它就会开始迅速的成长 你可以先在盆里育苗 也可以直接种地里 当然你也可以盆栽 我以前等苗出来以后 我会把它移栽到堆肥桶里面 这样也保证它的肥料 因为它是比较洗肥 耐肥的蔬菜 肥料多它就长得特别好 因为它的叶子很多 它也需要充足的水分 最好隔一天就浇一次水 可以保持土壤的湿润 维持植物的生长 它也喜欢阳光 阳光充足它能够生长得很好 但是它也能够忍受 半日照的环境 相比较别的叶子蔬菜来说 它是不太遭虫的 你看每一片叶子都是绿油油的 没有虫颜 我也从来没有用杀虫的药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 当我们种植或者是移苗的时候 要注意把它的间距拿大 最好相隔20英寸左右 给它有充分的空间 可以自由的生长 因为你不需要种很多 几颗就够了 你采收的时候呢 从底部的叶子收起 把那些缓了的 可能烂了的叶子呢 就去掉不要 那你可以移植收到顶部 只要让顶部能够保持四 到六片叶子就可以了 它的新叶子就会不停的长出来 几周之后又可以采收了 那移植保持这样可以生长大半年 像我这个是去年夏天七八月份种的 那整个秋天和冬天都可以供应我们的采收 而且开尔的叶子呢 要及时的采收 你不要等到太老了 那这样子呢 就会影响口感 那叶子绿油油的时候就收 吃起来 营养和口感都会很好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您喜欢 也希望您开始种植自己的羽衣甘蓝 欢迎订阅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一次再见